院長三立踢臺市民是要詢問國民黨法審總預算 那質疑行政院行政副總理 那要求院長道歉 院長怎麼看 公投是以行政院違反方當事人 公投還規定我還要派部長相關人員出席辯論 所以行政院向國人報告 政府在為你做什麼政策為什麼這麼要定 呼籲國人支持是民理政當 國民黨提出案又以行政院為反方 又對行政院的政當說明還扭曲 這是完全矛盾的 而審查預算是立法委員的工作職責 領薪水不審查預算 卻讓這些 等著要這些預算去照顧 育兒津貼 老人長照 學校設備改善 科技應用 以及各方面 包括軍工教加薪等等 不能進行 國民黨要負責 而領人民的薪水卻不上工 也很不應該 今天是踢台東三郎詢問 今天周刊爆料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傳出被男友家暴 那院長是否譴責暴力聲援高嘉瑜 我們 譴責任何暴力 男人打女人更是豬狗不如 鞋放在 剪 缸 那個